王爷,王爷你倒是说话呀 王爷不敢让人入内,是不是阿音 不会,君九渊,我不管你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可阿音的性命重要,我数三生 你若再不开门,我就让人砸门了 一,二,三 你和向侯进来,三宝,送替大人先去休息 阿音他到底,兔子 这不是王爷养的那只血兔吗 这都快半年了,这兔子怎么还这么小 王爷,王妃呢 您都让我们进来了,总要先给王妃看看伤势啊 我不知道到底出了什么事 可是这房中血腥味这么重,王妃又强行用了禁药 那药,本就还没研究完成,药性极为霸道 若不及时替王妃舒缓体内情况,好好疗伤 恐会伤其筋骨内脏啊 他在那儿 阿,他是阿音 无言你说什么呢,这兔子哪能是王妃啊 他是我家王爷以前养的爱宠 脾气娇气极了,后来跑掉了一段时间 不知怎么了又回来了 我家王妃可是大活人,哪能是兔子 他是 我,王爷,您在说什么 本王说 他就是阿音 夏侯闻声下巴差点跌掉 本王遇到阿音之时 他被人陷害,罗得难递 与人厮杀时沾了血迹,变成了兔子 自悬崖上跌落 刚好掉进本王的马车之中 他身体里有他生负的血脉 遇血就会生了变化 变成如今的模样 只有待在本王身边一段时间 才能恢复人形 阿音曾说 你与南越巫族交际极深 也常有往来 那日他与你说话时 你有未尽之言 本王和他原本不遇深究 也不曾对你有过怀疑 如今这般情况 还请你能帮阿音 唉,我是曾经知晓一些事 可是关于阿音这种情况的 我所知的也不多 无论多少 本王都想知道 好 你先替阿音看看 我 王爷 我从没替兔子看过病 阿音虽然变了模样 可体内情况 却与人相同 你先替他止血疗伤 还有 你之前说过的那激发前能的药 留下的后遗症 该如何解决 你依旧照常做就是 可是 阿音这情况 不可能找旁人 好 我先替王妃看 善王为什么会突然对你们动手 他认出了阿音 不是阿音 是这个 这是 这是当年阿音生父留下的 当年 阿音母亲被人要了身子 那人离开前 留下这半块玉绝 一直被云家的人藏着 前不久 阿音才从云家取来 知晓他自己的身世 善王这次突然动手 位置的就是这半块玉绝 善王一心想将这块玉绝 还有玉绝的主人带回南岳 不惜为此与本王翻脸 派人在京郊猎场外截杀 还有东隋 当年阿音母亲尸体 送回云家村 停放在宗祠那一夜 东隋曾经意外见到过 有同样佩戴这种玉佩 只是玉佩颜色和形质 稍有不同的人 出现在云家村里 所以阿姐的尸身 是被那些人带走了 十之八九 女陈趋多音家 圆子